尽管11代科瑞已经正式上市 但由于其高频低能的属性 让不少玩家都深感遗憾 这也因此导致英特尔陷入了近10年以来最自信的局面 而如果再与隔壁司马相比较的话 那可谓是全面溃败 所以为了缓解目前的尴尬局面 英特尔不得不另谋出路 从换人CEO载到外部代工 甚至最近还踏入了自己本就不擅长的显卡领域 并将推出拥有1000亿晶体管 47颗封装芯片的定机XE HPC显卡 那么这次的英特尔是否还会自信呢 该你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9月份 英特尔就已经在11代酷热移动端的发布会上 公布了4款GXE价格的全新GPU 其中包括了入门级的XE LP DG1 游戏级的XE HP DG2 高性能的XE HP DG3 以及针对于高效率计算的XE HPC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DG1已经伴随着11代酷热正式面世了 但由于其仅拥有96个执行单元 768个流处理器 整体性能仅有GTX1050的平均水平 所以终究还是个弟弟卡 而DG2和DG3这两位游戏独显老大哥 也只能等到后续才会推出 所以为了突破目前所处的窘境 并再一次赢得世人的关注 英特尔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给人们展示了这款G319的超算GPU 具体来看这款GPU的核心代号为Pounter VQ 将由英特尔首款基于7nm制程工艺的XE架构打造 支持DDR5以及PCIe 5.0技术 除此之外它还是英特尽迄近为止 拥有最多先进封装技术的GPU 其内部集成了多达47个不同模块的芯片 并且晶体管规模也突破了1000亿 最高可提供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 至于整体性能如何 如果要与目前市面上高规格的芯片做对比的话 那么Pounter VQ的晶体管数量 是三星8nm工艺NVDA GE102核心的3.5倍 是台阶电7nm工艺AMD NAV21核心的3.7倍 台阶电5nm工艺麒麟9000芯片的6.7倍 也是苹果A14芯片的8.5倍 其他方面Pounter VQ还支持HBM高带宽显存 CRX高速互联协议 以及Florus 3D堆叠技术 同时它将配备英特尔第四代可扩展至强Safire Rabbit工艺 物理层最高可达60核心 而从以上的规格也不能看出 其实英特尔这款Pounter VQ的实际定位是超算GPU 由此前NVDA的Tesla和AMD的Instinct的类似 但让英特尔更为骄傲的是 从提出概念到芯片成型 Pounter VQ的开发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这也就表明英特尔的未来可能真的不会挤牙膏了 然而放眼现在 11代库瑞开倒车的属性的确是不敢恭维 毕竟性能缩减5%价格提升50%的操作 没有人能比英特尔更自信了 但目前为了紧跟AMD和NVDA的步伐 英特尔选择在这个时间段 公布XC HPC架构的做法 确实是迫不得已 毕竟再不拿出点实力 自己仅有的市场也将会保留不住了 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苏玛 让我们用上了更便宜的CPU AMD ES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最多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